針對剛剛Google表達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我們在這邊的話是不是有一個叫做回應摘壓對不對 那麼如果說你希望對方可以看得到 本來點進來是你自己看而已 如果你希望對方就是應該說公開在外面的話 你必須要來這邊按一下 發布分析結果 也就是說你按了這個 他會提醒你 有沒有 你發布之後只要所有的作答者都能夠看到 也就是他只要進到這個網址就會看到 就是進到網址 不然的話他只知道剛剛那個網址是沒有用的 他只知道這個網址如果你這裡沒發布的話 他還是看不到 他告訴你說出現剛剛那個要求有什麼 權限的那個訊息 這個是 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是舊版的 現在還有新版的 有沒有 新版的 新版的會跟我們剛剛講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 變得再更簡潔一點 你看 問題 回覆就直接看了 回覆就直接看了 有沒有跟他不一樣 那 剛剛的那些問題的內容在哪裡 從這邊 不壞嗎 你家 你看 姓名單位 有沒有 剛剛的文件如果你要增加 你可以檢查 可以段落 內容其實都相同 但是我剛剛有補充一個就是那個日期 有沒有 日期時間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讓人家去選 那你如果要增加 就從這邊這樣增加進來 所以 這個是新版的 新版的 不過他現在還在測試中 所以如果你覺得 為了幹嘛 沒關係 你就可以自己在 在做 先用舊版的沒關係 好 你看我這邊 這邊還會有什麼 就是同學的 我自己學校課程我都會像這樣再做一個 好 查看 你看23個 有沒有 這一次我告訴你只有幾個人回覆 其實他還有功能 可以怎樣 我不可能每天那麼閒 就是看有沒有多少人 他還有一個可以 就是自動控制你的 不過想那個我先不講 他可以做到這樣 來我看 回應的 災藥 有沒有 這樣看 統計結果 然後這個內容 這樣子就比較清楚一點 OK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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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